嗯 嗨 大家好 我們是王敏忠臉 我簽 versa 我是阿遠 大家好 今天又來到了我們的NB研究所 NB研究所 對 最不專業的那一組 這一次特別開了一個主題 就是學生族群 或是一些可能沒有買過NB的人 我覺得這個是比較沒有距離的 算是迴歸我們的老闆湯嗎 拍位球鞋系列對不對 球鞋我是不敢講的 你可能比較專業 不是啦 因為我們之前亂拍了一堆 你可以看 但是迴歸我們的老闆湯 就是我們專門被公開的 那你們最近有買鞋嗎 最近有買鞋嗎 唉唷 聽說這個鞋皮腿 我最近是用踏上草原這一塊 史上最能搶的2002 AA AA就是語言主揮 沒錯 那你這樣穿之後你覺得好穿嗎 好不好穿我是不知道 可是走在路上就是帥 聽說你也跟我一樣 許我已經買了一雙2002 對 我確定 對 只要我穿什麼你就要 可是他是先買的 他是找你大概一年買 這麼巧啊 我先跟他講 有特定一年 他先跟我講他要買 這個有出一年了嗎 就算他鞋子是先買 可是頭髮我是先臉 不好意思 大家可能很好奇說 為什麼一個NB小教室 居然會有兩個找頭髮 我也很難 就是我只要幹嘛 他就是要學我啦 為什麼會有兩個 解围 為什麼會有兩個這次 你是什麼阿 沒錯 不是我沒有看啦 啊 看不如我一切啦 OK 那現在第一款幫大家介紹的是9977 這一次我們集劇都是落在2000到4000左右 那這一款是算是我們這次要介紹裡面最為便宜的一雙 跟價是差不多在3500元 所以你這邊有一雙是美智的 是吧 對 這個比較有在專業以為在買文化 通常大部分會選擇買美智可以說 可是因為這個價格真的 這種價格差很多 所以這雙是2850 還有大聲啊 等於是可能2000多 2300、2500可以買到 這個而且搭配性也很好搭 也是我們今天的主題啊 就是觀眾啊 或是學生族群 比較好入手 沒有2000多說實在買一雙NB 真的是不痛啊 這個感覺如果是以學生族群的話 這個型感覺就蠻適合現在學生流行的 所謂的工裝的風格 穿個可能襯衫啊 卡其褲啊 卡褲啊 配這雙感覺就蠻適合的 而且NB他這種圓祖灰的顏色 對啊 幾乎都是百搭 還是有圓祖灰的感覺啊 那如果你們入手NUBEX第一雙 你們會選美智這雙 還是鴨子這雙 8000跟2000多的 他會選鴨子 如果說因為我跟阿遠認識你去 怎麼樣 然後呢 他買鞋子的價值觀就是取決於 人家是玩鞋 他是玩牌 如果說前一天玩牌 玩牌喔 對 我們要合遇到最醜 對 玩牌如果那天手感好 人家是腳感也是手感 這算是7000多嘛對不對 這種 那這個皮革你看 這皮革 欸 這是大象皮 大象皮 怎麼可以來吃啊 很像啊 大象龜啊 你不怕洞保前衛來聯合我 烤龍皮 那請問是迅猛猛還是胖 沒有啦 不是啦 以2000塊來說 這個的CP值真的是算非常高啦 而且2000塊就有 這麼接近圓祖灰 這其實看起來就跟圓祖灰差不多啦 對啦 2000塊就有圓祖灰的顏色 又好大 OK 現在又到了我們第二回合的 530系列 這個系列也是我個人非常喜歡的系列 我買這個奶油低大 真的很貴 大概是1月底的時候啦 我是在ABC Mart 定價是2980 然後第一天上架的時候我去買 那時候還有大折 我買的價格是2350 2350是真的很便宜啊 2350耶 如果跟前一雙9970起來 這雙感覺更勞跌斜一點 欸 那你們知道這個在歐美跟韓國超紅的嗎 IG上面很多女孩子 就會PO現動或是穿搭 有興趣的觀眾你們也可以去搜尋一下IG 要打個NB530之類的 就會看到非常多的專家 如果說你想要專演一點的話 你就搜尋一片搜那一個 他就是非常 對 以台灣來說的話 可能都是女生居多 可是在國外的話 其實很多男生都會帥 如果男生的話 我應該會推薦男生買奶油低 奶油低就是帥的 奶油低就是帥的 對 那最近發的好像除了這個顏色 還有一個是類似的配色 變成帶著淺藍色嘛 對不對 你知道淺藍色是經典最流行的顏色嗎 誰說的 我以為你是看那個女人我最大的 今年聽說最流行的顏色是藍色 而且它好像有另外一個命名叫做 BB嫩 但我們這種休息人裡只有 BECA的 因為我為什麼會就是 這麼樣的共鳴 就是因為我從 從年到現在就是一直被縮長 BBFACE 所以那個BB嫩的部分 那我們下一雙是 嘿嘿 OK 那現在為大家介紹的就是 大家最耳熟能響的 996系列 你對於NPSC是從996開始 對對對 那應該是 春假雨智霖嗎 好像是吧 因為我沒有在Follow MING哥姐 喔 那個時候他穿 多少是有的影響 CN4都會常看到這一球 那個百貨公司樓下旁邊那個CH 跟楊潛華在你抽屜 你看這個年紀 你不知道我們這什麼樣子 我們跟觀眾是很共鳴的 那我們目前這雙的幾句是 3000塊到4000塊 而且我想跟觀眾分享一下 它是我買的第一雙 NB型 你有買過嗎 那時候我印象我之後 每次大概5-6000塊 行情大概是5-6000塊 後來台灣這樣 也就出這種所謂平民辦 這個現在是多少錢 3650 左邊那雙是3950 3650 3950 想要買一雙NB型的話 你們可以稍微的切到點 去逛他們的購物 上面都會有一些 不一定是會員 就會有的折扣 那打折下來 也是落在3000塊左右的價位 那非常的舒服 對 因為畢竟996現在 並不是正在最夯的這個鞋款裡面 它的價錢 再加上它經典的程度 絕對6也是我們非常推薦的 對一樣是原廚灰啊 不管是喜歡NB或不喜歡NB的話 這一雙辨識度真的很高 你們覺得它這個型 放到現在 會退流型之類的嗎 我是不知道會不會退流型 可是 我只知道它可能會 退焦啦 因為... 這什麼東西 這也太舊了吧 這個就是我傳家之寶啊 第一雙買的996 我就是抽到鞋子爛掉 不是這壞掉啊 爛一點 棕色的灰 那這一雙可能就是... 比較標準的灰 對 可是這一雙可能就是現階段 學生族群 會可能會比較喜歡的灰街啊 如果有一點年紀的人 可能會選這個啦 因為這個穿起來是感覺 比較有老味道的感覺 嗯... OK 那現在幫大家介紹就是這一款 稍微辨識度 能見度 稍微低一點的 580 580耶 580有什麼感觸呢 如果比較早期就再接觸的話 580是感觸最夯的耶 留在你腳上會 有 那個時候實際年輕的580都是 是貴的啦 是聯名的 它算是跟最早的SB 大概算同期的時候 那時候Nike Nike買SB 除了買SB 就是買... 聯名的啦 Seduce啊 然後一些日本的 Mita Snake 那些日本的 比較紅的鞋墊 那個系列的 幫大家科普一下 就是早期的 他有人在中立的部分 他也是鞋頭子 只要玩起來 絕對都認識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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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玩牌的咧 玩牌絕對都被他虐過 那時候排隊一定都是 所以全身上下 家裡最貴的就穿去排隊 對不對 那時候的時期 應該沒有什麼 那個時候 不太尤其是 那時候基本上都是 本輪區啦 然後你可能會 繞同學區 繞十幾個同學區 然後可能有抽到 再請他們 吃個幾盤這樣 可是580那時候 台灣也是 排隊沒有 那時候580台灣是流暑的 對於我們眾 有一點名氣的人來說 還是算非常經典的款式啦 並加3650 那天天看有到2100的 2100喔 那2100是幾折 這樣幾乎 6折去 2100可能是6折 只是他這個底 會讓我想到那個 好像是999 其實我們今天推的 所有系列 都是專門在服務一些 學生族群 比較不會覺得說 價錢上面太高 第一個價錢是 比較不會到一些 我們什麼現在的992 993高一些 七八千塊啊 像這個三千多嘛 那打完這個 可能兩千多就有了 以兩千多塊 價格來說是 非常可以買啦 對啊 高CD值 一樣好穿 一樣很好搭 一樣是有優惠人經典的灰色 感覺女生可以試試看這個 感覺應該 女生 女生這樣也蠻好看 漂亮的女生穿都很好看 嗯 只能漂亮女生 漂亮的女生穿什麼都好看 對 現在來到我們的 最經典的挑戰 有錢可能買不到的 205吧 有錢還是買得到的啊 多掏個幾張嘛 多加個幾張買得到的 多加個幾張買得到的 他如您有買直爽嗎 對不對 你也有買嗎 他是虛擬買 對對對 最主要我們不是要介紹這一款 最難入手的 因為這樣子的話 可能就失去了我們的主軸 可能現在市面上還有一些 米色啊 白色啊 大家最喜歡的奶茶色 黑色 這些的話其實 不會像這一款 還黑的部分 會炒得到這麼的高單價 對 這個級距是四千塊嗎 是六八零 非常舒適 非常舒適 因為我是沒有買過這個 真低帥 真低好穿 真的好穿 那阿倫像你有 五九連鼻式 那你也有這雙 那你覺得這兩雙 哪個好穿 我個人的話可能會挑這一雙 踩的舒適度跟他穿的舒適度來講 我是覺得他們比較 他們比較好穿 所以他這個氣墊彈性的話 哪怕你再多吃一個踢腿便當 他的那個承受力還是非常好 可以啊 了解 我光踩上去 穿上去 我完全可以感受到 他們大家在討論的舒適度 這雙就是最近大家最推膠幹的部分 這雙是最近的第一名 如果說你們去架上四川的話 可以描動 所謂的舒適感的部分 如果目前去鞋面的話 架上應該是不會有這個顏色的 因為這個顏色都被一些鞋商買走 所以你可能就是可以考慮其他的 可能米色啊 新色啊 我們手邊也只有這個顏色 大家都買這個顏色嘛 對對對 你們都跟通買這個顏色嘛 那其他顏色其實也是蠻好看的 主要是其他顏色 基本上現在很便宜嘛 有擋折 搞不好三千多也買得到 而且還有深藍色 深藍色也是很高 還有一款是跟他一樣的敵物 是嗎 好復古喔 好all school的顏色 這顏色算是很明顯的一種 小時候的美金龍 小時候美金龍那種感覺 真的蠻像的 稍微給他側面 你說我嗎 然後因為之前的 美智的2002 它的底好像不是用這個 你是做當初十年前 2010年第一個版本的嗎 所以好穿有可能是 來自於這個底的關係 不是啊 你這個四千多塊就這麼好穿 那有沒有名字都無所謂啦 就已經 沒有啊有確的就是 就是可能一些迷片 大家喜歡亞洲片跟 歐美片 歐美片就是 誰會選歐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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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太奇怪了吧 我們兩個都選歐美了吧 不好意思我們重選的 你選歐美的 鐵幹五五 那個叫聲你可以 不要亂講話 比較放當一點 不要亂講話 860V2我是超愛 我覺得超好算 我覺得如果說 不想要輸一口票 跟風 對 其實這一雙860的話 我真的也是蠻Tale 穿出去撞鞋的機率是很少 但這一雙就是比較難入手 回歸到好不好買好不好選購的話 其實還是最主要是Tale-202 對 因為202的非這個顏色 然後其他色系 白色系 黑色系 現在架上可能都還有 因為我們今天的主題就是 為了讓觀眾比較好入手 好買 好選購 860這樣看一看也是蠻帥的 OK 蠻好看的 也是算比較機能型 這六雙 選一雙 會選哪一雙 考量價錢 我可能會跳530 530 OK 是你可能啊 因為阿倫選530 然後他當初買202 我也是選他 那這一次也是沒有意外的 我也是530 就是已經有的離別處 你也一樣選530 OK 所以這裡面的話 結果你挑202 我不會 那我就跟風啊 不要鬧了好不好 跟風啊 對 它什麼%數 不要鬧了 如果是我的話 因為這次我已經有了 我會選580 對 因為580對我們這種老體股來說 就是 老人家 我們都是 對啊 都是買一個回憶 買一個 喔 你是買鞋找回憶 我是喝酒餐的回憶 關掌 我不想看 如果有一點年紀的話 580應該是 應該可能都會選 991 580 如果比較時髦韓系的 可能可以選530 跟860 看完我們的介紹 有最喜歡哪一張鞋 也可以跟我們討論 分享 有想要 如果之後想要看 特別關於那幾款的 特別介紹 還是什麼 或是可以傳達什麼的都好 如果想要看到我們三個人 就要在底下留言 因為搞不好觀眾不會想 這個經驗可能在第一點了喔 我們之前亂拍都沒人看了 亂拍都沒人看了 選出 你們可以說這種話 如果有興趣的話 一樣幫我們開啟小鈴鐺 追蹤我們的IG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 掰掰